大家好 歡迎回到直播台 FC 經理模式 上一集可以說是流量爆炸的一集 1.6億的主會預算 我們在主會槍呼風喚雨 其中斯朗和嘉年胡特亦是加盟球隊 Kip Hozen 下一場對戰曼聯 這兩位曼聯救將都有入球 貢獻出精彩的表現 令到Eric Tanner 鼓不堪然 原來接下来第二回合 又是對戰曼徹斯特的球隊 是對戰曼城 我們直接在曼徹斯特逗留了一個星期 不如看看這場比賽 現在剛剛開季 不急 我也是想測試一下球員 斯朗 第一場球你已經踢了 這場球試試試試試高 其實始終都是Edley 搭檔另外一位球員 斯朗或者試試高比較合理 如果說試試高跟斯朗同時上 不是太合理 當然我也會試試 對戰曼城的這場比賽 我們繼續進場看看 好 再進入現場 第一個賽季我們都知道 曼城是買了巴賽的高頓球 Lamin Amau 但基本上我們入場是見不到他 寧願上7號仔 艾哲維尼這位阿根廷的小雀 都不上Lamin Amau 將他放在替補值 真的很神奇 開球之後 確實曼城的攻勢不少 沙雲爐來到禁區 窄角度的射門 接著離開過球 繼續是沙雲爐自己帶球 來到禁區之後 是否要鋪心 巴迪很精準地偷下這個球 面對著兩位曼城球員 他又沒有解圍 就這樣掉了給波頓 波頓的全中中路 夏蘭特 收下了這份大禮 第15分鐘 曼城一被人來 你不要整天手指指 不禮貌的 南島卡拉斯池池 看回我們這邊的攻勢 拉比奧特 正個PAC 又這麼強 接著還給Elly 射門擋到 絲絲高 近距離 黃金機會 被艾特神擋出 第14分鐘 近年活動 45度 那個暫中 很漂亮的路線 雖然說 舉了騎 越了位 但是這種路線 很通透 這個球傳出來 很舒服 確實越了位 接著下半場的比賽 就開始了 哥盾整腳軟蛇 脫了手 可能這下Kimi 都沒有留意後面有人 艾茲威利 給了閒凸 閒凸 帶著防守強 又給回艾茲威利 輕輕鬆鬆 散步殺入禁區 凡是電腦 什麼二次進攻 三次進攻 基本上防守的陣型 位置是亂了的了 沒辦法 都說了測試 試試試試試看 斯朗和設施高 同時在場上 怎麼樣 斯朗一上場 躲在前場 帶走防守強 直塞給了巴力 扎角度有機會 扎角度始終是難一點的 出回來 萬成的將攻艾茲威利 給了了波檔 後場我們防守球員 人數不少 但是夏蘭特得住艾納奧組 跟著馬上加速 就這樣來到禁區 59分鐘 3比0先 今年的夏蘭特由於解除了撞斜的Bug 去年的夏蘭特是經常撞斜的 今年不撞斜之後 真的好猛 射門效率實在太高了 到第68分鐘 巴力又來到禁區 後場給到斯朗 斯朗對著基爾王家 選擇 渣角度成 艾達神又撞斜上身 那你沒辦法的 第74分鐘 又是波檔的直塞 巴夫韋迪說 我都變成大番鼠了 看著夏蘭特 第74分鐘 夏蘭特上以武指氣法 遠在而似的大番鼠 Henrikson 說 迷一嬌 不過實在巴夫韋迪這個位置 不是頂級 而且 EA、AI的防守 不斷上 接著很漂亮的傳送 斯朗的射門 亦都省中門柱 那沒辦法的 艾達神發揮也好 混水又差一點 後防線又這麼多turnover 那你沒辦法了 最後場判槍了 原場的哨星 贏萬聯4比0 結果呢 輸回萬城4個球 阿瓜真是高興 那其實呢 這間主要槍 還有兩天才結束 那坦白說 我們這個防守 後腰這個位置 PARADOS 始終都是有點隱憂的 結果CELSE就報價了 跌到最高可以到4670萬 那我就試一下 可不可以賣到5000萬 那怎麼說 PARADOS都還是有點潛力 而且是CELSE 我們會說一下 5300萬是第一次的報價 嘩 那不要再說話了 是 PARADOS的總評 慢慢會上升的 你放心吧 CELSE絕對是損貨 我絕對不會限制你們的 5100萬 不用說話的 好啦 那賣走了PARADOS之後呢 現在我們帳戶上的預算 就變成了6500萬了 那後腰這個位置呢 3個人選的 車路士的CELSE絕對 那接著基斯爾就過了沙達拉布 吃了 不過我最想要的是葡萄牙的中堅 因蘭斯奧 我想將他改造成CDM 速度防守體能盤球都沒問題 全球其實都可以用的 他踢過CDM 主要希望他防守 不過時間其實就不夠了 現在已經是轉會槍截資了 我們不知道他的總評 不過知道他是4150萬的價值 這個就OK的了 第一個賽季他是80總評的 那你再差 我想升兩點都有 你當他82803總評左右就OK的了 那所以呢 4200萬 其實是很冒險的 因為我不知道 就是改位置 不知道他要用多少長的時間 我當然希望馬上買回來就用得了 第二次的報價 4500萬 應該就不會太難的 但是呢 都要爽手一點 說了 是轉會槍的最後一天 4750萬 買恩蘭斯奧 似乎不停接受了 那要我自己來開條件 就稍微有點麻煩了 因為不清楚他目前的總評是怎樣 那你計他83總評 你踢過英超 5萬 6萬 這些有的 我開過5萬5的人工 給多個30萬的簽約獎勵 再給多個零失球的獎金 15場球有20萬 那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不行的話 再還價都未遲 他覺得很合理 那可能這份人工會貴了一點 因為我們的新資結構的話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你說拿5萬 都不是很貴 6萬 都不是很貴 那最重要的一刻就是 他改不改到CDM 改到的話 要幾長呢 12個星期 接受到的 雖然說他這個全球都可以有66 其實這個數值踢CDM是沒有問題的 那輸給萬成之後 模擬了幾場比賽 2比0擊敗了 搬尼 然後2比0擊敗了 石斐聯 其實兩場而已 對手都不是很強的 那蓋 эт espacio Chempieo l2 来了 我們當然要看第一場比賽 歷史性的一刻是具有意義的 那今年的Chempieo l2 這個排名的話是比較混亂的 唉 別問那麼多 一路踢一路慢慢分析 啊 第一場比賽呢 我們會對陣的是和夫斯普 在主場應戰的 這 ellos Chempieo's l2 那當然要CR7守法地 這個沒有爭議的啦 肯定手發的 好了 還有現場啦 都甚至還沒隱藏這個賽兜 我們看到 Cristiano Ronaldo 哎呀 已經有一腳射門了 接著到第18分鐘 施浪給了Elly Elly 給了後面 再給了Elly 加速押過防守齊 單刀面對悶將 恐怖已經最後那幾步打得有點多了 然後上半場已經準備結束了 上半場沒有太多的精彩鏡頭 施浪打算投除 但是沒有機會 出來的加蓮霍特拉了幾下之後 左腳軟石也過不了和夫斯堡的門將 那下半場的比賽就來了 和夫斯堡這邊的進攻 尼美查給了後面的Maior 一停完之後突然加速 就這樣就過了 哎呀 柳祖啦 那哎呀 柳祖確實是適應 攔截者的新角色 就只有一個加號而已 但是我不管你幾個加號也好 這些這樣的防守表現 其實這遊戲的問題沒辦法了 就是EA的遊戲你要防守真的很難的 AI真的是不防的 第54分鐘拉比奧特 比套中隔年活動的 終結有朗過比奧斯堡 但是EA的防守是真的驚為天人的 阿和夫斯堡的門將都不用喊聲嘆氣 這個波真的不關你的事 我們看看斯朗了 原地轉個圈防守球員馬上 呆在這裡了 這些就是實力了 這些就是氣場了 算了我解釋不到什麼現象 再重新開球了 尼美查帶著帶著 也是大脫了個球 那AI不是完全防守 看心情防守 我只能夠這樣形容 好啦 那斯朗給到後面隔年活動 拉比奧特 好漂亮 給了插場的巴迪 斯朗也空了 全中效點斯朗 零屋抽射 結果邊塞他都站在 這個配合很清晰 COS案是空了的 最後斯朗也突出了大概半個身位 其實這個傳接都很清晰 到第67分鐘 巴迪奧斯隨便一個解圍 這樣斯朗又可以擺給隔年活動 中間的防守球員 不理隔年活動 去標示斯朗 結果第69分鐘 直到駱駛FC 扮超比分 嘩 斯朗真是厲害 一個原地轉身 過人之後的入球 這一下 這樣擺給隔年活動 已經很難 還要用他的氣場吸引防守球員 這個真的值得看慢鏡 來來來 斯朗 這樣也要帶走一兩個防守球員 導致隔年活動 是wide open 所以我們轉回槍引入40歲的斯朗 看來是正確的選擇 轉回來已經有第85分鐘 嘩 今天浪過Fido又插發了 嘩 啞開防守球員 踢了86分鐘 40歲 都還跑到砰砰聲 那隻騎 哎 狀態爆了 麥當勞這個傳球出現了35 接著已經是保時加段 嘩 斯朗又有頭球擺在這裡 很精準的 還有機會擴大比分 巴利歐斯 不傳中 一級左腳自己射 最後就是2比1的比筆 嘩 這一場比賽 朗哥的狀態嚇死人 你說40歲 20歲我都相信 好了 擊敗了和夫斯布之後 接著來我們繼續模擬 除了聯賽有出過比亞斯東維拉之外 其他比賽都贏了 包括應該是聯賽杯 也擊敗了曼聯 是再次擊敗曼聯 接著到了10月份 打和了韋斯咸 擊敗了阿仙奴 接著到21日這裡 又有一場歐冠的比賽 我們就著重關注歐冠的比賽 英超的對手我們經常都踢了 暫時就踢了兩輪 其實積分榜前8名就直接進級 當然我們是向前8名這個target出發 另外的話 也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今年的聯賽 去年就很亂 今年呢 看到曼城終於處於正確的位置 上了賽位他們是進不了前四 亞斯東維拉暫時是排名第一名 我們現在是第五名 當然啦 踢了八場球 在這段無異的時間 我發現有兩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都說了斯朗總評 大家都有評論應該是Bug的 40歲之後不會跌的 所以他其實不是替堡 他是關鍵的角色 變成高價買回來的瑟絲高 糟了 坐替堡值 只有四次出場 接阿尼的比賽真的要啟用瑟絲高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拿斯奧拉 原先改位置是12個星期 現在是延長了 因為最近他的狀態比較差 其實因為電腦模擬 他現在還是CB 他不會嚇吵他去踢CDM 這兩個問題很嚴重的 所以對著利華這場球的話 我們著手要解決這兩個問題 那拿斯奧拉斯奧的話 我手動安排這個陣容 我們入場看肯定的手法 這個不會變的 那斯朗搭CB 不如試一下吧 其實就不是很對的 那個類型 CB他就不是踢偽狗的 暫時他比較熟悉的角色 突進前鋒 其實斯朗他自己也是突進前鋒 所以只能安排一個禁區之王 變成CB的重點就不是進攻比較好 變成組織核心的話會更加好 我覺得是這樣 另外的話 Hakimi他這個進攻翼衛 給大家看一下 大球的時候他會推到這麼前 所以很多時候入場的話 都是不敢選擇這個角色 其實翼衛是比較合理的 翼衛不會推到過半場 進攻翼衛真的推到很誇張 就是這兩點了 因拿斯奧手法 另外施司高也需要上場時間 好了進入現場 首先看一下利華的陣容 我們留意到No.7 Kevin De Bruyne 他是在利華古順的陣容 也留意到利華是三中堅 AI踢AI電腦對戰 三中堅 非常冒險的一件事情 這場過我們的前鋒應該是有福 結果是第9分鐘第一次進攻 菲林波這麼拒線的射門 利華率先取得領 菲林波哪有這麼好射術 你當我沒有看荷蘭國家隊的比賽 一擊即中 我就覺得Karnecht差點意思 接著去到第16分鐘 我們的第一次進攻 史斯高得住防守球 原來比桃左加蓮霍特 這一下射得很勉強 接著來他轉發角球 中路拉比奧特的頭彩 第17分鐘 追和比桃 看來這個球的慢鏡 跟拉比奧特的壓位是KDP的 壓到最後一刻才分出勝負 接著去到第25分鐘 高球找斯朗頂給加蓮霍特 加蓮霍特一下巴式給了斯朗 斯朗看著中間時斯高 一下直失很靈 給了時斯高 第26分鐘 直波羅圖FC 犯超被分 你踢3中間 3中間不行的 電腦踢電腦不斷死板 是真的只有3個人放手 斯朗說 沒有了Elly 沒有人踢偽狗 我來踢偽狗 這個直失欺負到好處 就這樣犯超被分 第36分鐘 華迪斯這個直失 就這樣打通了我們的防線 斯里亞的射門 第33分鐘 2比2 已經加進了4個球 即是大家都不設防 所以利華這邊說 我排3中堅都沒問題 反正都是不設防 不是Xavi 看不到龍哥 第38分鐘 輸給了Teller 中路又兇 39分鐘 加上5個球 利華古信 又反超被分 我知道 Hakimi 不適應 逆為這個角色 這些不是適不適應的問題 這些完全都是不防守的 好了 接著 下半場比賽開始了 這場入球大戰 最後加上 一共有多少個球 不要緊 三中堅 大把機會攻破利華的防線 第56分鐘 Hakimi 乾淨的攔截 接著 找到了斯朗 中路有很多隊友 斯朗決定 拉比奧特 拉比奧特 打一個後端 贊比奧特 利華古信 做月位 斯朗 兇完 一停二望 三通過 第58分鐘 3比3就被分了 Jonathan 他都飛出去了 你那三中堅 本身只有那三個 唉 真的給了斯朗太多的空間了 重新開球之後 巴迪很乾淨的攔截 全球給了前面的攔截 然後給了斯朗 斯朗 輕輕一個轉身 已經過了Jonathan 他 第61分鐘 又是反超美分 61分鐘 7個球 Cristiano Ronaldo 你踢歐冠 真的有魔力 怎麼踢怎麼有 40歲 你不要騙了 踢出20歲的風格 Jonathan 他好像花瓶一樣 完全是擺設的 好了 接著重新開球 還有時間 這場入球 大戰會不會還未結束 費林波 壓入禁區 橫傳 中路的華迪斯 左腳一推 第76分鐘 李華古順 再次追評比拚 唉 大家不設防 查一下後衛的帳戶 這場 他在結束後 要檢查一下 接著拉比奧特的軟蛇 Jorlo的角球 拚了 拚了 中路 斯朗 高高跳躍 還有 再補都是過不了 Hardegge 接著又到我們這邊 Kalashchee的破局 不到最後一下 你不知道這場球的比方是怎樣 李華古順的進攻 無果 還有一次反擊的機會 Elly 拚了拚了拚了 拚了 拚了 斯朗 看到有人插上 是中路的White Douway 喂 閃電俠絕殺 This is my house 給個鏡頭 對 給個鏡頭 給閃電俠 說 從賣密殺到來 直播駱駝 這場球直會表格 你是什麼 進了九個球 斯朗說 沒有人踢偽狗 怎麼辦 怎麼辦 我自己來 看看慢鏡 最後一拳是斯朗交出來的 兇了 這個三中堅 流動實在太大了 那怎麼辦 40歲的斯朗 又射得又傳得 這一場比賽 兩射兩拳 你說怎麼辦 接下來了 還想開球 沒有了 沒有時間 5比4的比分 保持到完場 真的夠刺激 擊敗利華古信 接下來了 就繼續無意 看看賽果如何 3-0擊敗利浦浦 聯賽杯被阿士東為了 淘汰 其實是好事來的 賽程太密集了 接下來了聯賽 包括歐古也繼續贏 歐古不用擔心 但是 11月22日 是輸了給賓福特的聯賽 失了分 11月29日 主場對陣熱切 歡迎大班鼠 回到直布羅陀 肯定要會一會面 入場看 踢成怎樣 由於對著賓福特 那場球失了分 所以馬上 嘩 曼城回來了 上個賽季失守 這個賽季曼城回來了 簡直是令人絕望 你說怎麼追 說實話其他球隊怎樣 就是傳統那些 阿仙奴第六名 第八 尼亞波是第七 曼聯第十 Chelsea Chelsea 又在下半區 Chelsea實在太慘了 那這場比賽的話 依然是這樣做調整的 在說CC高的上場時間 還是不是太多 所以 我都要手動調一下CC高手法 好像他跟斯朗搭檔 也沒什麼問題 還沒開球 球員通道的畫面 已經鏡頭對著大斑鼠了 28歲的熱刺中間 容光滿臉 隊長袖標都帶了 是不是 飛上枝頭邊鳳王 熱刺陣容也有點變化 迪羅倫素這次新隱瞞 基士文也在陣中 穿了一件9號的 好了來到現場了 正式考驗大斑鼠了 到第7分鐘 Hakim 沒有犯規的 加年活達點給斯朗 可以射門了 稍微調整時間長了一點 到第14分鐘 巴迪的搶段 接著給到加年活達 加年活達 給到斯朗轉身 可以加速爆他了 大斑鼠新腳 裁判跑過來 大斑鼠你們糟糕了 怎樣 沒事 裁判說想看大斑鼠在牆上表演久一點 這個波沒事 好了 接馬力去到第23分鐘 Hakim 哪套相 給到加年活達 接著給到斯斯高 可以傳多一腳 斯斯高直接施射 接著幾分鐘後 攻勢 浪子浪子浪子 又到拉比奧特 這邊殺入禁區 不射 給到斯斯高 這個波可以調整一下 浪費了兩次黃金機會 上半場就快結束了 斯斯高拉到哪裏 接著面對要大番鼠 看到中間的斯朗 第一時間斯朗 左腳施射 喂 沒話說 嘶 沒話說 這些真的是射門質量的對比 斯斯高浪了兩腳 這腳施朗不是那麼容易射 原地擺腿 左腳翼竹 但是他就是能進去 他就是射到這樣 沒得抹 接著下半場的比賽就開始了 拉比奧特 全美斯朗 一個花式 哎呀 看到大番鼠也不用了 直接爆他就可以了 接著一個球 加年活達 斯朗高高越起 狀態確實好 接著背身拿球 轉身腳外背 又試一腳 如果不是Vicario的話 不是1-0 起碼都贏3-0 熱刺這邊終於有個進攻鏡頭 基斯文炸角度射門 還有寶蛇 結果省中邊網 這個是整場球 第一次見到熱刺這邊 稍為有威脅的進攻 第57分鐘 又到我們這邊 拉比奧特比奧士先隔 哎呀 大番鼠 This is for you 第58分鐘 2-0 入球其實真的很簡單 你看看 一個加速 大番鼠已經在後面吃塵了 還在那裡笑 經常都在那裡笑 被人過了都還在那裡笑 其實斯斯高搭斯朗都挺恐怖 兩個人欠頭鎚又多厲害 速度又不是慢 特別是斯斯高速度其實是很快的 也都讚一下我們今天的後防線 巴迪給了斯斯高 嘩真的硬爆大番鼠 這個波真的要命了 比奧基里霧特 第一時間散了條命 還有 Cristiano Ronaldo 你說怎樣 看回這個波的慢鏡 其實精華是斯斯高 用速度硬吃大番鼠那一下 真的太過殘暴了 這個頭材又不用分析制空時間 EA的數據很有趣 接下來了已經有很多替補球員出場 Hakimi自己 嘩又有插巴的動作 自己殺到進來小禁 射完 真的不是Vicario的話 不止3-0 那最後時間二次 這邊基士文有機會 但是踢踢踢踢踢 又過不了Kerneschi 今天的防守整體來說還是不錯 特別是巴迪這邊 最後連孫青文全中的機會都阻擋了 好 那結果是3-0完場 嘩 今集斯朗 除了第一場對替曼城他替補之外 首發的話 最低消費都兩個波 你說怎樣擋呢 同時球隊的狀態也是慢慢變好了 都是那句 喜歡這個系列的朋友 希望可以繼續點贊 繼續支持 斯朗 哎 踢到笑 實在太必了 好了 今天的視頻到此結束了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今天